Hello 很久很多星期都沒有做到的生童感受 等聽眾朋友進來 讓你們收到一封知道已經開始了 最重要是他們沒有斷 OK,so far so good 同學們快點進來吧 我們今天會是一個很別出新的節目方式 OK,so far so good 我們先分享到這個項目上 很快很快 OK,進來的打聲招呼 我幫你進來好嗎 OK,keep coming,keep coming say hi say hi hi OK Mavis 原來流了原來 Hello OK 那一星期不在香港 千萬不要誤會我去了游山換水 我是去做訓練的 當然很多網上的課程非常之好 但始終有一些是一定要在現場 包括草本學 Heroology 即是現在大家去到中藥店 你都會看到那些藥 那你都會 嗯,那個像是當歸 那個是雪兒 即是你都會分到 但如果你在大自然 你要分的話 那你怎樣認得它呢 是的 所以我其中一份 讀的是Heroology 即是 咦,草本學跟中醫有什麼不同呢 中醫就是 中國的草本學 但我讀那個Heroology 就是 之前我想你有提過的 就是中國的 印度的 加上西洋的 我舉一個例子 如果你記得 我去年也有做過類似的題目 就是講這個腎上腺健康 是不是 腎上腺的功能的障礙 這個其實是我做訓練 遇到最多的 其實兩個例子 一個就是二島素抗性 即是身體吃很多很多很多澱粉 多到一個身體已經頭上腫了 已經說 尺百旗我不行了 你不要再折我吃了 我不要了 這種例子很多 它會出一些警號給你 例如哪些呢 例如說 我的血壓已經高到這個位置 你應該知道我受不了了 不要再吃了 但你繼續不理會 甚至是糖尿病 例如我們說Belly Fat 即是肚子可能零零細尺特別大 這是二島素抗性的症癢 另外一個就是 當然高血也是 剛才提及過 另外一個就是最常見的 就是腎上腺的功能障礙 這個其實很容易理解 因為我們香港壓力很大 所以你的腎上腺作為抗壓機制 就是你第一重的防護 它是捱打受把的很重要的 所以很多人不聯繫到 即他想不到 其實他所有的身體 現在所面對到的情況 其實是跟腎上腺的功能有關的 但中醫一早就知道這件事了 所以為什麼呢 君神佐氏三種中藥裡面 最貴的是君呢 而君的中藥 我可以告訴你 基本上全部都是adaptogens 即是什麼呢 就是 for 腎上腺 即中醫經常說保腎保腎 其實是保腎上腺 因為西醫和中醫在角度上有些不同 但中醫所說的腎 其實就是高能醫學所認為的腎上腺 亦都是所謂allopathic medicine 即是傳統西洋醫學 認為腎上腺的功能 但我想說 身上腺功能這件事 之前提過 接下來都會再說 包括以前說過癌症 接下來都會再說 剛剛說到 我想你已經睡得軟軟軟 覺得很悶的 這個心血管疾病 其實接下來會再說 但是先隔一段時間 因為其實我也有想過 如果那個聽眾朋友 他本身不是有這方面的問題 然後你一直說十集八集 那他真的會崩潰 其實大哥不關我的事 對不對 所以就OK 我們不如隔開一點點 可能一個題目我們會說三四集 或者是再少一點 whatever works for 大家 然後將來就再有些專題 那 更新一下大家 那麼遲才回來 剛才所說 因為hands on 去做一些學習的 就要去現場 上山採藥 去看看原來不同的植物 野生的狀態是怎樣的 還有呢 正如如果有做過關討論的人 就會知道 其實 很大部分人都會聽我說過 在做關討論的過程 但如果是 就這樣聽節目的未必 但這次會是你第一次聽到 其實疾病是由我認為 我認為 and I am nobody 記住 I am not a doctor 我不可以隔空幫你診症 或者隔空醫治你的病 我沒有這個能力 我只是和你分享這個知識交流 記住 我一定是這樣說的 千萬不要問我 在討論期間 我可不可以不吃這個藥 我減藥行不行 這個你要留給你的醫生 我能夠分享你的 是其他一些 我現在告訴你 是什麼 就是我認為的疾病 四個層面 大家最熟悉的是 身體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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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哪裏冤 哪裏痛 所以為什麼我經常都 討論時 我這麼長氣 這麼煩 問你哪裏冤哪裏痛 你哪一天睡醒 有沒有哪裏腫 哪裏痛 哪裏不舒服 下午有沒有 或者幾點鐘會覺得特別累等等 這些全部都是很重要的指示 因為你不同的鐘數的累 你知不知道對我來說 聽起來是什麼 就是你十二經絡 OK 譬如你哪個鐘數 你會特別熱 或者哪個鐘數 你會特別燙 或者哪個鐘數 你會特別發冷 或者是特別沒有精神 直接說不行 我先睡一會 這些全部對我來說 都是一些指標 所以不要嫌我煩 所以千萬不要說 我不是就這樣來見面聊天 可能有些營養師 大部份他們這樣做 或者一般醫生的診證時間 可能是說 真的有人統計過 是9至11分鐘 但是我為什麼只說吃 我會跟你說45分鐘 這個人有提到的 就是如果你本身打算生痛 或者你已經生痛了一段時日 你只想知道你吃得對不對 你這樣的飲食方法 會不會營養不均衡 或者說 我是不是因為吃得不對 所以沒有瘦到 OK 我是不是因為吃得不對 所以脫頭髮 是不是有什麼要微調 這樣我45分鐘一定夠 OK 說吃的部分一定夠 我連背後的理念 為什麼生痛是對的 為什麼這件事適合你 為什麼人類的設計 飲食方法 以及如何影響你的血糖 還有什麼優點 還有如何針對你個人想要的效果 去作出調整 在個人化的飲食方案 沒有問題的 可以做到45分鐘 不過如果你是複雜一點 譬如說 我想生痛因為我有高血壓 我想生痛因為我有痛風 我想生痛因為我有什麼不舒服 OK 這一個的話 45分鐘未必夠 OK 未必夠是因為45分鐘 我走出去講食 當然 如果你有高血壓 你有糖尿病 而你生痛你絕對絕對會見到很大的改變 OK 但這個時候我要看一件事 就是我剛才引入你說的一件事 就是說 其實我們的身體層面 OK 它是最面那一層 它下面其實還有三層 你未必是去到地殼的 OK 或者地球中間的核心 未必的 但是一層層這樣下 會是什麼 我告訴大家 OK 如果我下一層的話 就是情緒層面 OK 情緒層面 是會 如果大家 是會影響身體的 如果大家熟悉中醫的概念 你們會明白的 就是說 譬如說 憂傷皮 露傷肝 是不是聽過 OK 如果你太多的擔心的話 你的脾胃會不好 或者如果你生氣的話 是會傷肝的 你說 不要跟我說情緒的事 你正確 如果你純粹站在 腦筋的角度 即是現在的傳統西洋醫學的角度 它是斬開的 身心靈是毫無關係的 甚至他們不認識靈的部分 我待會會遇到 靈的部分 但是 它是你身體的部分 即是 你有症狀 譬如說 你這裡痛 我給止痛藥給你 咦 還痛嗎 你不斷回來覆診 說你那裡痛 看看有沒有發炎 這樣 那醫生可能會 抓你去抽血 看看你有沒有 一些 症狀的症狀 在裡面 即是發炎的指標 這樣 如果醫生細心 他可能會這樣做 未必的 他可能會 你兩個禮拜後回來覆診 這樣 他就會給止痛藥給你 但他不會開 據我所知 香港醫生不會開 就是一些 植物草本性的補充劑 你問我 其實 很多草本的補充劑 是對抗發炎的 其實不需要 長期依賴止痛藥的 因為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印象 做段貝山的一個男主角 後來做 那個叫什麼 Joker 就是那個小丑 那個Heath Ledger 他就是 因為 止痛藥 O.D.死了 很多 美國 荷里活的明星 都是止痛藥 O.D.死 我認識 有些人是完全 不吃 不吃止痛藥 我自己會怎樣 我真的無法活動 我便會吃 但我盡量不想依賴 如果聽我們生酮感受 有段時間的朋友都會知道 其實做咖啡罐杖 有很強的止痛作用 可以這樣說 因為二戰時期 你不要相信我 你上網搜尋是否真的 好嗎 你看是否真的 二戰時期 因為打仗不夠 孖啡 你知道孖啡 量多可以馬上弄死你 小量有止痛作用 止痛作用 那時候 因為不夠太多士兵受傷 所以很多士兵很慘 只有痛字 但沒有東西打 那時候有一部分的醫生 是被這班受傷的士兵 做咖啡罐場 而發覺的止痛效果 是不雅於馬啡的 ok 那這些全都是well documented的 你可以上網找到 是有紀錄的 我所說的 ok 好了 那一個就是說 咦?你不是說情緒層面 為什麼要說到這個呢? 就是因為情緒層面 是會影響的 ok 舉例 一個人 ok 如果他長期受壓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他的神上線 高能會出現問題 ok? 怎樣出現問題呢? 就是因為你的神上性 一個抗壓機制 他就說 ok 在你的身體出現一個 叫做fight or flight 的情況 就是說 到底我現在是 嗯 我跟他打過 就是迎面而來 黑豹 我跟他抽過好 還是我 塗之夭夭好呢? 因為這是一個 split second 就是要立刻決定 因為 喂 你站著想十分鐘 你被人吃了 下了格 所以你的身體很快 就是大腦要分泌 肌肉要分泌 血糖會立刻調整 然後你立刻全身充血 因為你如果要跑 你就是那一刻的爆炸力 所以為什麼有些新聞 你見過 就說 兒子被車子摘住了 媽媽突然力拔山蟹 氣概細 千斤頂地托起車子 我肯定我也可以 如果有貓子被車子摘住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爆炸力呢? 就是因為你的腎上線素 我之前也有提及過 但可能有朋友未聽過 我現在約了一提 就是你的腎上線素 既是一個器官 亦是一個腎體 就是唯一一個器官 亦是腎體亦是器官 就是唯一一個身體部位 他調整很多東西 他身體的礦物質的吸收 所以很多時候 如果你做討論 你讓我看到 你脫髮 你便秘 怕冷 然後三個半夜 會起床 休息幾次 然後下手 特別累 這些你覺得不重要的事 對我來說 是很重要的指標 我必須要你填寫下去 我會傳一份東西給你 以前就是簡單一點 但現在我便做到很詳細的一份表 你填寫出來 拿給我 如果你是不是單純想知道 你吃東西是否平衡 而是你有身體狀況 你懷疑有些東西 可能是你自己不知道 或者你的西醫沒有跟你說 你想我以功能醫學 或者是儲本學 其他的角度 去幫你看看的話 我需要多些資料 我時間也會 首先所說的 會多了45分鐘 但會多了些什麼 這就是今天也會說的 這四個層面 好了 又說回情緒層面 長期受壓的話 你的腎上腺功能一定會出事 為什麼我們會出事 其實他的設計不是要你長期受壓的 你明白嗎 他看到一隻黑豹 你那一刻決定走還是不走 你如果不走的話 你就是娛樂圖 你要厭世我也沒辦法 你的腎上腺功能一定會出事 你的腎上腺功能就是這樣 但你現在的問題是 你老闆就是那隻黑豹 你如果那隻黑豹 你老闆是長期三一半天 發訊息給你 發電郵給你 那些客人又不理 尤其如果你是做市場 不只是本地市場 你會應對美加 或者其他不同的時間線 你就知道有多糟糕了 我以前不是有做AirBnB AirBnB真的面對全球 任何人都可以預約 還有它有一個 Response Rate 你多久之內回覆它 所以你想想 如果你遲些回覆 客人就預約了第二間 而且你的評分又會低了 所以你三個半夜在睡 或者你正在休息 在看電視或在看書 或者在上課的時候 有一個訊息傳來 問你 你今天在哪裏 你包不包毛巾 有沒有拖鞋 有沒有沐浴路 或者鄰近地區 那些 冷氣不懂得開 我想吃拉麵哪家好一隻 那些 所以那一年 是覺得 真的 生酮令到腎上司好 健康了 但是在同時 還是覺得 差一點 有時候差一點 要做些什麼呢 我平時跟 見我 而是我懷疑的 身上才有問題 客人就這樣說 第一 你再漂亮的補品 我不管你吃了綠蓉 蟲草 人心 靈芝 如是等等都好 但如果你沒有辦法 管理你的壓力的話 這不會真的會幫助 這會不會幫助 即是說 不會沒有幫助 重早買這麼貴 怎麼會沒有幫助 一定會幫助的 或者人心 紅景天 那些貴到爆的 它一定有幫助 綠蓉立片 你真是開玩笑 你試試看紅銀堂 是多少錢 貴到爆 它一定有用 但是 如果你不管理你的壓力 那你怎樣 你一定要管理 我只能夠在外幫你 我不能夠落場幫你打球 我不能夠落場幫你踢球 我能夠在旁邊幫你打氣 我幫你的腎上線 泵氣 幫你收拾適合你的補充 這些絕對是個人的 你不要想著 你不如放一套上網 我不會 因為每個人不同 你看中醫怎樣看腎 有腎陽虛 腎陰虛 還有腎精虧損 還有腎氣 腎陽腎陰 腎氣腎精 嘩 四個東西 你叫我怎樣收拾一套 是大家都懂得用的 沒有的 好了 有些人說 喂 它 受不了 生酮受不了是不可能的 生酮怎麼會受不了 你看到我這個星期 推出了幾個同學 真的受到害怕 我做幾個都是受到害怕的 本來我今天想打給一個71歲的同學 住在加拿大的 他不介意我打給他 我沒有打電話起床了 怎麼辦 待會找不找到 如果找到他打給他 不知道他睡著了什麼 他是怎樣 他健康到 做身體檢查 醫生看了之後 是怎樣 就是 沒有任何 沒有任何 全部都完美 睡得怎樣 睡得好嗎 他想要去身一處 真的很誇張 真的 身體好到一個點 他跟我說 我去年五月見完你 之後我回到加拿大 現在我要再見你了 我的夥伴就打電話給他 跟他跟進 你有沒有什麼頭暈生氣 不舒服 你只是講生酮45分鐘 還是有其他身體狀況 要加時 我們幫你預約長時間 去遮蓋其他事情 他說不用了 我真的什麼都沒有 我身體完全好到爆 當然了 半夜生了 我只要起床一次 年輕人都不行 但是 真的 完全健康 但他唯一的事情 就是 我要見你 因為我太瘦 我瘦到害怕 我不想再瘦了 那怎麼辦 這樣 看他 跟他說 你可以增加這些這些這些 然後 你的油的吸收 要這樣 那就是 從兩個角度 一個就是 當你有足夠的外來脂肪 你的身體不會不斷吃裡面的脂肪 因為去到後期 我告訴你 最頭痕的是這一段 就是你不想再瘦 那如果你跟我說 你剛生同大 你受不了 你千萬不要就這樣問我為什麼 因為我不知道你吃什麼 還有怎樣睡 還有做什麼 我是回答不了你的 甚至我有需要 我會幫你做些測試 但這些測試我不會抽你血的 那些你留給醫生 我還有其他方法去幫你測試 你會驚訝 因為我會測試 八百多樣東西出來 是完全一滴血都沒有抽到的 OK 或者甚至我不觸碰你也可以 如果你怕我觸碰你 你看我 這樣就這樣 就這樣 我不觸碰你了 這樣 也有方法去檢查 如果觸碰你 那又有別的方法 如果不觸碰你 就有別的方法 還有不見你 就算你告訴我 你在加拿大 你在澳洲 你在挪威 都有辦法幫你檢查 所以不要緊 OK 因為我接下來上課 我只要住不同的地方 到處飛 到處勝 但是我照樣可以做到的 OK 所以不需要擔心 OK 講到哪 就是 我們先講身上線 身上線影響太多 情緒會影響它 因為壓力會影響身上線 你的身上線長期收押 問題是長期收押 這四個箭 因為它飆高了 你的身上線索 飆高了 對不起 你的 這個 Norepinephrine OK 升高了不是問題 是它要有時間回落 回落 回落正常水平 如果我一直都回落不到 你就出問題 OK 這個時候我就告訴你 我最近就是這樣 OK 你以為我是因為上課 不是的 我之前上課了一個多兩個月 每天都睡到豬仔 我差點上課也睡了 不是開玩笑 有些 我待會說到 靈性層面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靈性層面 是因為你要把你的腦 調節到一個特別的brain wave 包括Energetic層面 都是這樣的 OK 因為你的腦電波 對不起 對不起 我說的比較好 今天我打算唱所欲言 所以你忧我喜歡說什麼 大家不要妨礙我 OK 忧我廢話可以 胡亂說 這樣 好了 這樣就是 因為我們說聲音治療 which would be 下一個 topic 就是說 Energetic Level 一個疾病的Energetic Level OK 這個 給我一點點率先看 我稍後會再說 大家可能會有點亂 不要緊 不明白就問問題 留言 Energetic Level 我就這樣說 這個能量層面 你們可能會爭論 你不要跟我說這些 我便會問你 你接不接受經樂 你接不接受有越位 如果你說接受的話 就可以了 我就可以繼續說下去 但如果你說不行 我信主耶穌基督 我是基督徒 我不聽這些 如果你說是這樣的 我不會靠人所難 我只會說肉身層面的東西 OK 我和你的西醫的角度差不多 只不過我會看其他東西 例如吃 吃什麼 你吃的東西會不會危害你健康 你喝的東西會不會危害你健康 你不要跟我說喝不要緊 如果你只是喝清水 固然是好 但如果你說不是的 那個人只是喝酒 他只是喝Vodka 你覺得他健康會好到哪裡 又或者那個人只是喝紅色可樂 什麼都不喝 你又覺得他的精神 身體會好得去變 好了 如果我們只是肉身層面 就吃 喝 排 排便 排毒 排毒的方法 不只是靠大便 排尿也是 還有你身體 皮膚 是最大的排毒器官 你知不知道 流汗 如果有時候你跟我說 我從來無法出汗 我完全做什麼都無法出汗 我們需要看看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告訴我 你十二經落 有些東西 我們要留意 你的皮是否有問題 你的肺經是否有問題 那些東西 我需要看看 好了 然後 還有 不是 多汗 流很多汗 這位同學說 你的腎經有問題 你明白我想說什麼 那你有你說的時候 我已經跌到下一個層面 就是你在身體層面 OK 告訴你 你不出汗 或者你出汗 或者你什麼時候累 情緒層面 我就會問你 你會不會經常都很不安 你會不會經常都擔心 你會不會 有沒有一個病歷史有驚恐症 或者 是有抑鬱症 你說有 或者你可能 你說不知道 或者沒有 再下一層 我再去看 我會幫你做一些測試的 OK 就是你其實 是不是 十二經 到哪些位置 有阻塞 或者哪些位置 我們叫做 有breakage 有leakage 就是說 有滲流 有阻隔 你不要覺得 我說得這麼神化 我不相信 如果你不相信 我就會停留在 肉身的那六個層面 說 沒有問題的 我不會阻礙你 如果你說我不能聽瑜伽 我接受不了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邪教 因為我是基督徒 沒有問題 我絕對尊重你 我絕對尊重人有宗教 因為我也是一個有宗教的人 OK 但是我要知道 你的接受範圍去到哪 你明白嗎 如果你說 我連經樂也接受不了 瑜伽也接受不了 瑜伽也接受不了 那我就不說我的部分 我去回 肉身層面 如果你接受到情緒層面 我下一層 OK 因為如果你真的是 神上線的問題 我真的要叫你減壓 我真的要教你方法減壓 OK 所以其實他們全部都是 互為表裂的 互相有關連 所以如果你覺得 你只不過是教人生同 Well I tell you I am so not OK 其實你可以看到 在我們出的post 下面會跟你說 我讀了些什麼 我主修些什麼 那你就自己看到 所以我說 我很需要知道的 就是客人的接受程度去到哪 如果你說 我接受不了 我就不說 你放心 但如果你接受到 我傾盤地倒出來給你 OK 好了 如果一個人乾不好 我要知道為什麼 她的肝屈 這是中醫的角度 肝起屈結 那你說她的身體層面 會有什麼顯現呢 就是 女生的話 肝起屈結 每個月 親戚來之前 就會胸掌 肚掌 人生氣 臉黃 甚至會有些黃蝶斑 不是雀斑 黃蝶斑 個人頂著頂著 離驚奇 會痛 但一離完 可能 立即疏通 因為肝起屈結 中醫的角度 就是要疏乾 好了 你去找中醫 中醫可以幫你疏乾 我絕對贊成你去找中醫 你找我 我都可以跟你建議 記住 我不可以用開藥這個字眼 OK 因為我讀的是美國 英國認可 不是香港認可 Unfortunately 你問我為什麼 香港醫管局不認可 我怎麼知道 但我有diploma 有文憑有性 但不是香港認可 如果不是我在英國 在美國的話 我已經叫做中醫了 或者叫做herbologist 或者叫做什麼醫生都可以 自然療法醫生 但香港不行 所以Unfortunately 不要緊 但我照樣 你問我 All I care about 是我幫不幫到你的 OK 即是你問我 我建議一些草藥給你 OK 那我有中國的草藥 即中醫開的那些 中醫不會開印度 Ayurveda 那些 我會 我會開西醫 不是西醫 即西洋草藥 St John's Walk Hissop Akinasia 這些是西洋的草藥 但你經常聽到我講 黃疆 Tulsi Ashwagandha 這些就是印度 印度的中醫也沒有開的 但你問我 我當然是整個東西 去給你 最好 對你的幫助最大 我為什麼要局限 只在中國的草藥 你明白嗎 所以我讀到金星火眼 所以為什麼我這次 我會去巴黎和泰國 就是你要現場看 那些東西 長得什麼樣子的 如果不是 你只會去若縣 若縣入了膠囊 當然不好 而且你問我 什麼時候都是 在原始的狀態 即是原始的狀態 OK 例如Akinasia 你上Iherb 你找到很多的 膠囊狀 滴在口裡 但你有沒有想到 在加工的過程中 有很多有效性分 是散失了 所以 Sorry 我不是想銷售你 但是 賣花賺花香 這是人的本性 但 我的小店子上 我賣 賣給你們的 鞋子 不知105元 不知多少錢 那鞋子裡面 全部就是整棵 整棵裡面 不是膠囊 是就這樣 那你沖水喝 如果我覺得你的情況需要 那我會跟你說 買你沖水喝 Ekinasia 例如你 流感性行的時候 或者你經常傷風感冒 等於板藍根的鬼佬板 又或者說 有一個在南美洲的 中醫又不會開的 叫Park the Ark 難得到一個點 但是很有效 用吧 為何不用呢 好用 你明白嗎 總之 你能接受到的 我都會用 例如 我們說 睡不到睡覺 好嗎 例如睡不到睡覺 中醫會和你靈心安神 他會開一些安神的藥給你 但是 如果你西洋的草本學 它的角度有不同 例如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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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會坐牢 請不要善我 我真的這樣說 你看到我都不會回答 我只會用一些自然療法 自然草本的礦物質 食物的方法 好 喝一口 沒有什麼益的 但沒有糖 好 好 好 我們繼續說 好 我們說情緒層面 如果你的腎上腺功能有問題 我直接說一些難聽 你是有Addison's disease 如果聽過之前的集數 知道是什麼 真的 這個難得是西醫承認的 你去Mao Clinic搜尋 可以看到 一個真的認識的病 是什麼 就是 如果一個醫生在醫院 看到一個病人 怎麼會打什麼都沒有反應 就是身體不反應 沒有反應 對藥物不產生反應 心水清的醫生就會做這件事 找人的筋 拉起衣服 在肚臍對落 那個重要的位置 中醫所說的單田 技術是下單田 去切一下 然後你會發現 不是拿刀 不是切刀 不是切刀 是匙巾 刮一下 如果它變紅色 你還是正常 但如果它變白色 就很麻煩 很麻煩 為什麼會到這個情況 Mao Clinic的解釋 就說 這個Edison's disease 是經年累月發展的 它可以發展在一年或一年 所以 麻煩大家 在你的腎上腺還未報廢之前 在它完全宣佈 它不再理解你的事 之前 不是時候 是之前 你好好地對它 不要讓你身體長期收押 如果你日後很大壓力 例如你在港交所 或者你在一個交易現場做事 或者你大壓力 但你下班之後 你要知道 你必須要讓自己的身體 時間去unwind unwind 即是你要讓自己 去放慢 然後睡覺 我說我上課幾間 我是睡到豬仔 是這樣的 我無論是做 Energetic Training 就是 Sound Therapy 我之前已經訓練了幾次 今次再訓練 還是 靈體的訓練 我稍後會說 這兩件事 都是要把腦電波 教到一個特別的頻道 我們叫做 你覺得很神奇嗎 你說什麼 你做什麼 你扭電台以前 你聽電台也是這樣扭的 扭到沒有聲音 扭到客人又有聲音 就是因為你去不去那個頻道 你的腦也是這樣的 其實你的腦有 有Gamma 有Beta 有Gamma Alpha Beta Theta 是的 不同的Brainwaves 你的腦在不同的 腦電波的Brainwaves 那個頻道 是會做不同的事情 其實你知不知道 你睡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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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得塌塌 只是你的腦沒有去到Theta 和Delta 說到尾 就是這樣 你睡整晚九個小時 你都可以沒有去到的 你知不知道 但如果你睡得塌 可能你睡四五個小時 已經去到那個階段 去到那個位置 那個位置是你的身體 進行自我修復的 那為什麼我告訴你 我這麼大壓力 這段時間 我有一點點自己都不斷 所以我的眼睛很紅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好消息 就是我們開店了 YAY 我們開店了 有門市 那我門市位在哪裡 大家猜不猜到 其實熟悉我的人 那為什麼在銅鑼灣 我這個人這麼懶 我當然要在我家附近 那到時 會有些什麼呢 就是 你不知道生酮的Tiramisu好不好吃 生酮的牛角包好不好吃 生酮的餐包 或者麵包條 或者 whatever 雪糕 我記得生酮雪糕 有沒有看到 好不好吃 上來試吃 生酮曲奇餅就試吃 全部吃得的東西 甚至如果我找到 適合的供應商 我買一些很美的草字肉 這個時候不要跟我說 哎呀這麼貴 我沒辦法的 你知道草字肉的確實是貴一點 OK 沒辦法的 這個時候 我又要回應幾個人 譬如有人說 哎呀你那些生酮餐 哎呀我出家吃得可以 你不就出家吃 沒所謂 沒有人逼你 沒有一支槍指著你的頭 或者說 你不光顧我 我就不讓你聽我的節目 大哥我不會的 你明白嗎 正如之前有人說 見到我們有幾支 拍得漂亮了 你很商量 我以後不聽你了 這就是不理解 因為我朋友的先生 是做廣告 他看不過眼 我一時是直的 一時是橫的 一時是橫的 一時是斷的 那些 那我就說 哎呀我有個宿舍 你上來拍吧 只不過是這樣的 難道我有問你收錢嗎 我沒有啊 你明白嗎 這個節目永遠都是免費的 永遠都是資訊交流的 我說了多少 我說了多少 OK 那 但是有些事情 真的要見面 要個人認識 例如說 喂我也說了 你受不了大哥 我也要知道什麼原因 可以是你吃的東西 內容不對 可能是你礦物質不夠 可能是你 有荷爾蒙的干擾 如是等等 所以 OK 我才會有 就這樣 Keto的研究 是有健康的毛病的 或者健康關注的研究 OK 我也會再放大這個scope 就是說 你只是肉身層面就可以 OK 我六個範疇去幫你 我稍後會繼續解釋 OK 有emotional的層面 所以你記得我之前有跟你們說過 OK 我說喂 我會有women circle OK 大家女性出現 大家一起坐下 互相支持 互相分享 大家的故事 你不想說真的 沒問題 你想摸個頭髮 看不到樣子 戴口罩什麼都沒問題 我想你知道就是 I'm here to support you OK in your journey 你的人生的旅程 的過程 你的人生的 對不起 你的人生的旅程 有我 OK 我support你 I'm not an angel 我不是一個天使 我不是 這個世界上最有得幸 最有學識 最厲害的人 我不是 但是 我的人生都相當困難 so far OK 所以 我明白 有人support 和沒有人support的感受 我未必是說 喂大哥 我不是說我是幫民財務 或者是A.ON 或者什麼 我無條件借錢給你 我不是這件事 但是 我將我能夠幫到你的東西 在女生的旅程中 大家互相拿出來分享 OK 這一個就是 將來會做的 喂大哥 你有個地方 當然會逢星期日 應該會有生同同學會 OK 大家 我們會有基本版 還有進階版 還有高B班 對 不同 我想每個月 總會有一次是 初級班 就是BB班 適合大家 帶一些家人 老人家 或者朋友 未接觸 未認識 可能只知道少少 生同是甚麼一回事 不知道好不好 與其要浪費很多錢 去找一個營養師 然後他還要告訴你 是九五答八 譬如說 生同會傷腎 你知道生同是甚麼一回事嗎 這個營養師 不要讓我知道是誰 因為我真的會找他 去挑戰他 生同怎麼會傷腎 生同和腎 是無關的 為什麼呢 他很明顯地搞不清楚 生同飲食 和阿金飲食 阿金飲食 就是吃很多蛋白質 是高蛋白質飲食 是會傷腎 有機會 但是生同是高脂肪飲食 而蛋白質只有15% 不會傷腎 我真的完全不明白 對不起 我的主子們全都在睡覺 一聲睡到 沒有人理會我 所以我可以很專心講節目 好 好 將來小店是不會有小貓的 因為我的主子是乖生慣養 喜歡在家裡 放大 然後扭泡泡 而且我接受不了 你知道 你進店裡不脫鞋 不是日本 你腳底 鞋底 踩過很多地方 很多菌 然後我的貓在地上 不行不行不行 我回到家 我雙鞋都是在門口很小的位置 所以要立即脫下 然後走進去 然後那個位置會立即拖 因為我很怕牠們生病 OK 所以那些嬰兒子就在家裡 但是有機會 同學會帶牠們年紀 到時候問一下同學子 怕不怕貓 如果喜歡貓 大家可以抱著牠 因為很興奮 你們可以試吃很多東西 生酮雪糕給我一點時間 因為我不是不懂做的 是香港賣雪糕要拿牌的 不要問我為什麼 我也是反眼的 但是要這樣 我也要拿到牌才可以賣 如果不是我會被人抓 還有一些很惡毒的行家 營養師經常攻擊我 不知道幹什麼 其實市場很大 你又你做我又我做 而且肩甲其實 我們合作都可以的 說真的 我不試任何人為敵人 OK Anyway 繼續 這樣 糟糕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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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不知去哪裡 OK 講回門市 你們記得我講到哪裡 看看我 因為我已經忘了自己去哪裡 門市那裡有很多的試食 如果找到漂亮的肉類 會放在上面 比如說魚衣甘藍 牛油果 都可以放在上面 然後當然 生酮相關的食物都在上面 還有我們做的生酮牛角包 很好吃 是很好吃 我們生酮曲奇餅 很好吃 你知道嗎 你知道我生酮的焦糖合桃奶凍 是好吃到暈的 你知道嗎 我試過 我真的覺得好吃到不得了 我真的想像不到 今時今日 在香港市面 到底有 誰在做這些 沒有 我不是想說自己很厲害 我讀市 但是 我是想說 沒有人做 因為市場不大 很少人 但是我照做 因為我想你們試 還有 都是那句 如果你去開店 也不怕 Simply Life 吃一個全日午餐 都已經120多元 我一個餐 一天都是120多元 我還有一個60小時的骨湯 你熬不熬到60小時 我真的很用心 我想告訴你 其實我每一份餐 都在虧錢 我當你們是朋友 我才這樣說 是真的 因為我的廚房 你知道嗎 你這樣拔廚房回來 你頂手 什麼都好 都是趕大幾十晚 我只是想你們試 給它一試 現在不完美 將來最好變成一間餐廳 如果變成一間餐廳 你可以現場吃 我煮給你吃 你明明有什麼問題 我本書呢 我本得獎書 我去哪裡 帥哥 你躲起來了 走回來 蛤 糟了 我本得獎書呢 真的不見了 糟了 哪有多手動了 無論如何 我會找他出來 糟糕 不要緊 我當時 這個 是的 我是一個拿了很多獎的處司 你知道嗎 是拿了很多飲食男女 拿了幾年 如果你不相信 我現在開給你看 你知道 有很多人 很多懷疑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被人騙得多 但是我沒有騙你們 我說的是真話 你守得我一會 我現在開給你 你看到我很興奮 因為我很久沒做節目 所以我寧寫開心 OK 這個 是那時候 不要那麼光 你們會反光 那時候是一個雜誌 我忘記哪一本 對不起 對 警察 看著我 會不會好一點 不會 突然有個螢幕光 我真的不懂 就是技術的人 好一點 這個是我 明白嗎 明白嗎 我忘記哪個雜誌 然後 就是 還有 這個 就是東方 你看到 這裡 抱歉 這邊角落 看到嗎 這是當時東方日報 拍我的餐廳 對 還有 還有 這個 這個 很厲害 對不起 這個 就是我當時的 慈名 蝦麵 我當時一個麵 都買三百多元 我現在一個餐 一個星期才 七百多元 OK 你看到這個 就是我 OK 還有 沒有的 還沒有完的 繼續 不要讓牠停 好嗎 今天玩分享 看不看得到 對 ok 耶 我的貓,抱歉 還有,還有 又是東方 不太清楚,不過不要緊 所以我本身是一個廚師,我想到 還有我想說,我的團隊真的很好,這個是真的 第一間就是我,看到嗎? 你知道第二間是誰嗎?第二間是卡洛廳,林堅岳開的那間 居然讓我放在上面 太榮幸了 還有的,等我一會,我還會找到 在哪裡? 啊,OK OK OK 簡單 U Magazine 女子之廚房 OK 太陽布 Private Kitchen 我看到肥豬,未生童 對 很奇怪 反而找不到 也不是找不到的,如果要找就找到的 你等我一會 我找一找 是一個飲食男女 我滿意猩猩猩 你等我一會 看 看 看到嗎? 對 對 OK 這是另一年來的 封面就是這樣 還有這樣 OK 為什麼不做呢? 因為業主加租,很可憐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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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舖好吃紅茶菌賣會 對 上面很多東西 生童餅餅好吃嗎? 生童奶凍絲好吃嗎? 謝謝你 搞了Keto Cooking Class 其實我有想過 但是 有點難度 Candy Chan 生童牛奶凍絲很好吃 對,我也覺得是 真的很好吃 Mac說 營養師說 老火湯不好 謝謝你 如果你聽過之前 我有一集 說痛風 就已經解釋了 其實他們真的很 我抱歉 他們的資訊都很更新 還在跟你說 要吃蜆水花荷物 還在說那個 飲食金字塔 那個始創人 都已經自己推翻了 很多個十年 還在說 你們做什麼 我想提到 美國的營養師 我不記得說香港 但是美國的營養師 他每年都要回去 recertification 就是renew the license 但你知不知道 誰在背後贊助 可可可樂 還有一些穀物公司 整件事很棒 所以他們叫你 吃了一些澱粉 吃麥皮有益 那些 你又覺得 怎樣呢 好像有些利益在裡面 我都想說 譬如有些人說 你那些東西 還未有一盤生意 那些 就是這樣說 沒有所謂的 我也是那句 我沒有拿槍指著你 逼你一定要 幫襯我 如果你不幫襯我 你不能聽我的節目 那不會這樣的 而且我覺得 老實說 你有沒有打工 你有沒有上班 你有沒有賺錢 你也有 那難道 你老闆就這樣跟你說 你貿易品 其實 我要養自己 我要生活 那我用心製作好我的產品 然後用一個合理的價錢 去給大家 其實 我打工也是這樣 我繼續賣意粉也可以 我繼續賣意粉 我剛才所說 我本身已經這麼出名 拿最好的英文 最好的餐廳 最好的什麼 我為什麼不繼續賣 三百多元一碟的意粉 然後賣單 一千元一個人 我算大可以這樣做 但是你叫我良心發現也好 你叫我什麼都好 我現在我不想做這件事 我寧願是 就是 百多元一個餐 有湯有前菜 有主菜有甜品 很用心做 因為我想 我想 我想 OK 都是那句 其實我的 motivation 我覺得到最後 都是因為我爸 如果我爸還在生 那哥有多好 那 我 我 很希望 如果 早幾年 我爸 知道有Keto 這件事 他可能現在還在 你明白嗎 所以 推己及人 我希望你們Keto 雖然我不知道你們是否心底好 你們是否做婦人群 還是你們是 壞人 我不知道 但是你們有父母 你們有子女 我也想你們健康 就是這麼簡單 其實真的 I make an honest living 這是一個英文的說法 就是 我銅手無欺 我的產品很用心製作 OK 包括你們 紅茶菌 你們自己 要發 你們自己買菌母回來 沒問題的 我不會說你們逼你們一定要喝我 那些 但是 你想不想看分別是什麼 我開開給你看 OK 這個就是 我說我給心機的原因 如果你看到 OK 我開開給你看 分別是什麼 OK 稍等我一會 我開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其實我接下來會貼的 OK 就是 OK 就是這樣 你見不見到 一個是我的同事 你見不見到 菌母的尺寸 是大過他整個頭 不止一倍 是三倍 你見不見到 OK 我暗一點好一點 你看得清楚一點 OK 看到嗎 OK 這個是我們的菌母 你這個菌母是怎樣的 OK 你看到它有多大 有多恐怖 而這個菌母 我們用一個月 是的 一個月之後 我們就扔掉了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我們要確保 它最大的活性 而且我賣給你們的 根本不是紅茶菌 是紅茶菌醋 知道嗎 因為我發酵30天 有聽眾問過我幾次 在Youtube 我現在回答你 所以我忘記了你的名字 怎麼稱呼你 但是你問過為什麼 你朋友喝了會 有些臉紅 都喝了酒 因為任何發酵的東西 其實都多少有些酒精 OK 所以為什麼你外面買到那些 就是一瓶瓶的那些 其實它不是真的紅茶菌 它叫做紅茶菌飲品 是因為它一定是終止了發酵 它才進入瓶 因為如果不是 它繼續發酵 它會膨脹 你不論你是金屬罐 還是你是膠瓶 都好 玻璃瓶都不行 因為為什麼 它會爆 因為氣體裡面 一直膨脹 它會爆 第二個原因 更加肯定可以回答你 就是因為法定的酒精含量 要多少以內 才可以當作普通飲品 它繼續發酵 酒精會越來越高 或者它會低下 因為外面賣的 它不會發酵30天 那些是紅茶菌醋 所以它一定會終止發酵 所以它裡面 當少少少酒精 但其實不要緊 你每天喝過50ml 100ml很少 但你補充一菌 這個很重要 一個是活生生的菌 我給你們的不是 終止發酵 而是生生的 所以我用雞腿 就寫著生生的菌 就是我沒有殺菌 那你喝100ml 是沒有問題的 OK 我先看一看 我出了新的 就是人參紅茶菌 靈芝紅茶菌 和杞子紅茶菌 和好喝沒有關係 我答應你 因為我的紅茶菌 本身已經沒有喝 因為它不甜 酸到爆 和醃到什麼 但是它是 它有人心的成分 我不是香味 它真的整棵生心 白心 放進去泡 靈芝野生 和杞子 因為這三種 其實都是 叫做 Adaptogen herbs 對腎上腺是好的 OK 所以如果你見過我 你知道腎上腺是弱的話 你可以喝普通紅茶菌 也可以喝這一種 人心幾乎 人心幾乎 或者靈智 喝一口 有時候會甜一點 有時候會酸一點 因為我不是工廠 我不會教到它 等於你每次食物都一樣 每次喝可樂都一樣 因為它是工廠的流水作業式去製作 但是我們那些不是的 我保證它30天 還有我保證它裡面 所有的糖分是轉化了成為酵素 那你經常都怕我會不會有很多糖 其實真的不會的 真的不會 當然如果你要我拿去化驗 我可以做 但是30天其實真的 什麼都代謝了 什麼時候開門市 我還沒說完 我今天真的很開心 我也很感謝現在在場這百多個朋友 在聽我化風 因為我 I work really hard 我是沒有社交生活 我沒有出去吃飯 飲酒 慶祝 或者交正飲酒 我沒有那些東西 For me It's all about work 你說我是工作狂 也好 你說什麼都好 因為我覺得我現在做的事是有意義 我以前打工年度愛做公關的 寫稿 管理活動 危機管理 做那些 但是 我 那時候也很忙 但我不覺得那時候是有意義 你明白嗎 但我現在覺得有意義 你問我是不是看錢份上 我還是那一句 如果我看錢份上 我再開一間餐廳 那時候的生意這麼好 大哥 是有等級的 還有 是 是 我為什麼要放棄 這個業主加租 不要緊 我不是在其他地方開過 也沒問題 是 但是 我現在做生童兒 我每一份餐都在虧錢 我仍然做 因為 你們自己煮不是不行 你有沒有我的種類 你會不會自己做生童牛角包 你會不會有生童的焦糖 合桃奶凍 跟著 我們那些 魷魚 你明白嗎 讓麥汁 讓在魷魚上再煎 就是 我們做這麼多事情 我們 是想你們 去嘗試生童 沒有人說你一吃 要吃一輩子 但我也做生討論 尤其身體有病那些 糖尿病也好 高血壓也好 痛風也好 腎上腺功能障礙也好 什麼都好 我都說 你試一下吧 你試三個月 你試半年 你不要試兩個禮拜 你還未同適應 你試三個月 你試半年 如果你不喜歡 你覺得沒有效的 那你就吃回你 足夾麵飯 但是 你試一下 你試一下 你沒試過 你試一下吧 好嗎 說真的 你健康好 你對你身邊的 你另一半 你的 爸爸媽媽媽 你的兒子 都是好事 所以我覺得 我現在做的這件事 不是幫我自己 我覺得 我覺得 都是那一句 因為我很想念 我爸 過了三年多了 其實 我爸過了身 但是 上來四年 但是 我還是沒有辦法 我覺得我現在做的 如果是有任何的功德 如果 如果 我現在分享這些知識 是法部師 舉例 如果是 如果有任何的好處 我做的 都會遲到我爸 OK 正如我每次 我是佛教徒 正如我每次 看到有 可以寫牌位 清明法會 梁王寶慘 地藏法會 大悲慘 約師慘 你隨便 我都會寫我爸的名字 OK 無論過了幾多年 都會值得我自己走 我認為我會這樣做 會不會有停的那一天 都是那一句 就是我過生的那一天 所以我現在做的這些 我是覺得 對我對我爸的思念 還有 我也很希望 想當年 有一個人 好像現在的我 那樣 可以說這一大堆的東西 而我開胖就給我爸看 我沒有打算講一下 我哭 怎麼了 OK 可能最近壓力很大 因為 真的壓力很大 因為 銅鑼灣 你可以想像到 租金很貴 那 我的partner 不是這個商業的partner 我們forum的partner 蕭公子 最近都看我瘋了 他也問我 他說 你為什麼要選一個 租金這麼貴的地方 但沒辦法 因為 我真的要方便大家 講笑話 自己懶 其實你折一折 任何的士 都可以帶你去 你要去的地方 但是 要方便大家 就是一個很方便的地方 還有 還有兩部分 還有一部分 還有護膚品 其實我有些很有趣的評論 我沒有發出來 是說 過海關都不認得 好消息 接下來 你可以買到 這一套 所謂的 基本 你可以買到 個人調配 可以 我會即場幫你 教的 你會看到很多一支支的滴管 裡面是不同的草本的油 還有 藥膏 或者他們的純露 包括連花茶 不是花茶 不是花茶 花水 Hydrosol 都可以 我們用新鮮有機玫瑰幫你製 或者分衣草 或者洋金谷 或者金森花 或者煉花 或者什麼 個人調配的護膚品 在上面會有的 然後 Essential Oil 然後 還有什麼 Consultation Area 上面我會有不同的機器 去測試大家的身體 包括測試你的氣場 Energetic Level 測試你的麥倫 麥倫 待會你還不太明白 發生什麼事 我稍後說 然後 測試你的身體 十二經絡裡面 哪有阻塞 哪有斷層 你對什麼食物會有敏感 你對什麼礦物質 是需要更多的 哪些現在的礦物質是不夠的 我有八百多個測試 會在上面的 然後 如果你相信Energy的東西 譬如我可以安排Reiki Master 我自己也是 但我真的沒事做 安排Reiki Master 幫你做Reiki Session 或者是我 另外一些療程師 可以做的就是 聲音療程 就是剛才所說的 大哥你睡一整晚 你可能 只有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是進入到 Veta 和Delta 的Brain Wave 但我放你上去 那個聲音療程 的Session 你那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就等於你睡了一整晚 OK It's that powerful 因為你的Brain Wave 直接轉變 你進入那個狀態 OK 對了 那麼 聲音療程也有很多不同的 就是 中撥的 噹 那些 聽YouTube沒有用的 OK 我之前不是想過 我在節目裡 玩給大家的 是沒有用的 因為你需要是那個震盪 那個Vibration 你記住我們的人 OK 先不要說你六成是水份 OK 你什麼都會震 另外就是其實我們的細胞 OK 你去到最小的 我們全部都是Vibration 其實 所以如果 你真的要我講 我詳細說 但譬如太陽的Vibration 是什麼 OK 金星Venus是221 金星對應你身體哪個器官 對應你哪個經絡 OK 這些我知道 因為我有讀這方面 我是有訓練的 所以如果我們檢查到 喂 你哪裡出問題 OK 譬如我們檢查了 你十二經落 皮舉例 膀胱經的問題 那麼 咦 哪個位置又阻塞 或者哪個位置又斷層 好啊 推你到床上 OK 然後就針對膀胱經 針對那個部位的 聲音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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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會說 喂 我不知道幾多年沒有睡過那麼淡 但是你踏上去就會 這樣 這樣 如果再拉遠一點 就是說 水晶 Crystal Crystal是很強的 它對應脈輪 對應不同的東西 這樣 你信不信 如果你不信的話 我不會迫你 但如果你信的話 我可以幫你做Crystal療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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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療 上網打,T-H-E-T-A,T-A,DELTA 這種頻率是深層的冥想 還有深度睡眠的時候才會出現 其次,除非冥想40年,你是一個高增 你睡覺,看你很好 你那陣子壓力不是很大,睡得很軟 可能也是那句話,一晚半小時,一個小時 如果睡覺,很精神飽滿,很舒服 睡得很軟的話,你可能有一個小時 或者一個多小時的T-H-E-T-A,T-A,T-A,T-A 兩個,因為它會移動來移動去 但如果睡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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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覺 可能是腎上腺有問題,功能一般 也可能是你根本的T-H-E-T-A和T-H-E-T-A 整晚都沒有去過,你明白嗎? 睡覺,睡覺,睡覺,睡覺 好了,所以你不相信不要緊 到時你上來,如果我裏面有位置 我就會擲你上去,給你免費試,有什麼所謂 你試一下,你就會明白那種深層的放鬆 是有多厲害,真正的全身放鬆 我告訴你,不是按摩做到,不是任何東西做到 我以前覺得像頭胎一樣,很誇張 我知道這聲音很瘋狂,但這真是瘋狂 這真是很好 那個會是在一個能力的層 那個感情的層,我剛才說了 最表層你感覺到身體不妥,炎血出來有問題的 是最面一層的,就是肉身層面 它下面就是情緒層面,譬如你的腎上腺長期受壓影響它 或者你經常發脾氣,你血壓實高,不要說為什麼 你的肝也不方好 你經常擔心的話,你也聽過了 憂傷皮弄傷肝就是中醫的概念 五臟六腹各主宰我們不同的情治 好了,再下就是Energetic Level 什麼叫Energetic Level? 剛才已經給予大家了,就是所謂的能量層面 你說New Age 啊,我不Buy的 好,OK 不Buy就閉耳,Buy的聽著 或者不Buy又沒有反對的都可以照聽一下 剛才不是說了,如果你信有月位 月位是不是肉身的呢? 解火找不到的 但真的有,刺下去的感覺是不同的 然後你信有月位,你信經絡吧 因為月位是經絡上的網絡熱點 是Hotspot 月位是經絡上的Hotspot 好了,接著 但你不知道真正去到最源頭是什麼 去到最源頭是七個默輪 七個Chakra 七個Chakra 其實是我們叫做Wheels of Life 或者Discs of Life 即是生命的輪 生命輪 它不是這樣的 它是這樣的 身體裡 它一直在旋轉的 有些是瞬時針轉 有些是逆時針轉的 我講個例子 我從小到大 癱傷、乃傷、病傷都跟這個有關 這個頸 例如什麼? 例如小時候 整天喉嚨痛、喉嚨痛、喉嚨痛 喉嚨痛到小學唱歌比賽 出不了聲的被人被零蛋 那些很慘 那麼醫生說要割扁圖線 幸好沒有覺得 整個流鼻血是流到我媽媽說 怕我半天生因為流血不止死了腦層 所以整個三天半天要起床看我死了沒有 還有甲狀腺有事 二十歲的時候 二十三四歲都還沒康復 幾年 後來中醫康復 中醫好笑的 她的藥科寫的東西西醫見到會暈 叫你完全不好吃 海帶、昆布、海浮石、蠔殼、鮑魚殼 好 礦物質 所以我經常都強調礦物質這麼重要 要喝骨湯 不要吃藥丸 喝骨湯 你為什麼要吃益生菌呢? 喝骨湯就可以了 你為什麼要吃美、鈣 喝骨湯就可以了 接著 還有甲狀腺 吃肉菌 又是下了喉嚨 好厲害 你不下胃 在喉嚨裡就卡住了 戒了全部損光 住聖坡 我煮十幾天 我之前節目也說過 接著就頸有事 OK 是不是很棒 你留意到嗎 全部圍繞著這一套 你問西醫 你猜西醫會回答你什麼? 沒得回答 我真的太適合了 但是 如果你不是 我什麼都不聽 我什麼都不相信 終於是能量、能量 你不要跟我說 很簡單 這就是喉嚨 腹瘡有問題 腹瘡有問題 腹瘡很弱 你弱的話 你容易中招 你容易出事 很簡單 就是說 免疫功能 抵抗力 我不是整個人抵抗力差 我只是在這個位置抵抗力差 你明白嗎 因為就是我這個默倫特別弱 OK 那你說 身體層面 我不是說四個層面嗎 身體層面就是 哇 舔傷害 扁桃腺發炎 然後 流鼻血不止 然後 又 吃肉菌 又失聲 又甲狀腺 又頸痛 哇 在肉身層面 但他的情緒層面是 情緒層面就是 有東西頂住 OK 比如說 被人罵 不敢還擊 以前是這樣的 小時候 然後 吃死貓 無路數 所以 你會發現很有趣 大部份的人 喉嚨都有阻塞 但我是嚴重慢 我嚴重到 一層一層地下 喉嚨差 喉嚨的免疫力差 就 頂住 說不到 包括 說話 說錯 說話 看著你 說話都不適合 經常得罪人 這是很現實的 情緒層面 再去到最面 就是 喉嚨都有事 病 不舒服 你問我 我有做了什麼 呢 就是靈氣 自己給氣 給自己的頸 就是 如果聽過靈氣 你覺得 也不排除 這件事都可以 或者你聽過 有氣功 這件事 氣功 變相是另一種靈氣 你明白嗎 水晶療法 顏色療法 聲音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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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能容易接受 因為它牽涉到 腦電波 去到不同的頻率 但是 水晶療法 它也有它的頻率 其實 顏色療法 也有 因為你對應不同的脈輪 是不同的顏色 不同的水晶 聽了今集 之後會做 討論的客人 的朋友 你們告訴我 你接受到多少 因為我那份錶裡面 是齊了所有的 但是 如果你說我接受不到 因為我信主耶穌基督的話 那我就會收聲 OK 好了 那我就回到 肉身層面 最面的六個範圍 食啦 飲啦 食什麼製品 是適合你 不是人吃你吃 有些什麼 茶是適合你的 我說植物的油 有些什麼 排毒的方法是適合你的 油拔法 乾拆 或者什麼 這些印度瑜伽 有很多的排毒方法 好了 然後運動的方法 睡覺 比如不同的時段 舉例 如果我知道你十二經絡 哪個經絡特別弱 我會叫你那個時間 走去小碎片刻 或者閉目養神 或者做一些某些動作 比如教你握緊拳頭 放在肚臍對落的下丹田的位置 然後向前摺 這樣 OK 去儲存下丹田的氣 或者印度瑜伽 叫做Mulabandha提肛 這樣 做某些呼吸法 對了 都是那句 如果你不能接受 你要告訴我 因為我不想冒犯人 OK 好了 說回自己的例子 最面是喉嚨痛 流鼻血 頸痛 甲狀腺 你先說一下 然後下面就是 說話永遠都得罪人 永遠都不合聽 永遠都錯 很多是非 很麻煩 經常都頂住 說不出來 OK 好了 最下面一層就是 因為麥倫塞 誰是麥倫 喉倫塞 喉倫 通了多少個經絡 這個位置 你有沒有看到 對應哪裡 膀胱經 明白嗎 所以如果我測試出來 我可以告訴你 我的膀胱經 沒錯 是有問題的 OK 好了 再下一層 最底層是甚麼 是靈性 靈性 我可能要留在 如是我聞到說的 因為大家可能會害怕 但不要緊 我都在這裡透露一點 就是 其實我還有另外一個朋友 都是一起去做訓練 基本上我訓練這些 都可以訓練到 就是Shamanic Practitioner 就是薩滿的療法 Shamanic Practitioner 我們不會叫自己做Shaman 因為Shaman Shaman 很多人很好笑的 你一說就說 是無醫 那 沒有 不是 對 對 只是一部分 只適合一半 或是一小部分 根據 Dr. Michael Harner 是一個很著名的人類學家 他 我可以如是我聞到說的 就是 我是訓練 就是 Foundation of Shamanic Studies 我們會做些什麼呢 就是 我們會在你的身體 抽出一些不應該存在的東西 OK 中國有沒有人說這些 有 有 百空取物 道家也有說的 OK 你問我 即是怎樣 你有沒有看Marvel的片 你有沒有看最近那套 毒魔 Fenom OK 根本就是Shaman 的東西 Shamanic 的東西 OK merge 你的power animal You become very powerful 你可以做你平時以外 做到的東西 OK 現在我留在如是我問說 因為我怕大家可能有些事情是接受不到 我就不想冒犯你 OK 這個也是那句 就是如果 你說 我 檢查了 舉例 Depression OK 精神科醫生 純粹肉體層面 純粹 他會告訴你 你腦裡的全導體 不夠 OK Serotonin Dopamine Norepinephrine 這三樣東西 不夠 但他回答不到你是哪個不夠 或者比例是怎樣 他會開藥給你試 OK 好了 但我想你跟我覺得 分分鐘可能會有個朋友 是 咦 吃了藥 時好時壞 咦 你想一下 他下一層是什麼 他下一層就是 情緒層面 OK 他到底是因為Depression 而不開心嗎 還是因為不開心而Depression 明白嗎 這一個我們要去底一點 OK 去幫他檢查 這個時候有些什麼會有用呢 催眠會有用 催眠其實是什麼 是emotional level OK 他給你現在you are stronger OK 去面對你當日的創傷 因為你不是第一次 第一次你會嚇到瘋了 大哥 但是我現在第二次了 我回去relive那個experience 但是hey I'm bigger I'm older I'm stronger I'm stronger I'm wiser 所以 我這次更加有能力 去面對這個experience 這個trauma 這個創傷 and you can't hurt me anymore 你明白嗎 OK 在Shamanic 我們做的事裡面 我也有做這件事 比如有些客人 他經歷了一些很大的創傷 OK 我們叫做 有一樣東西叫做 他的靈魂 有一部分是散失了的 道家有說的 你問我道家其實是Shamanic的 OK 就是三雲七拍話 不見感一點 OK 我媽媽呢 當年在台灣 有幫我做一件事叫做 Xiu Gia 台灣話 收驚 就是你嚇到的時候 你會有些靈魂的碎片 散了不知去哪裡 OK 好笑 我沒有跟我媽媽說 但是我媽媽走了去廟裡 然後那個人說 你女兒在哪間酒店撞鬼 然後在那裡又掉下街 倒下了 看一段時間 還有一個不知誰 我真的呆了 你怎麼知道 因為我沒有跟媽媽說 我撞鬼 我在澳洲Sydney Novatel 的酒店撞鬼 我現在還記得 我現在還記得 連房型號號號號號號號 然後我在ハーバー市的 站下跌了下來 我沒有跟媽媽說 但是那個妙觸的那個人 我跟他講了 動家錄音神功 或者有很多其他的practice 其實根本就是Shamanic 他們自己不知道而已 沙門的治療其實是人類歷史最久遠的治療 很多人都不認識 但它是正確的 那是不是無醫了 我告訴你為什麼不適合呢 Shaman可能會給你草藥 但他也可能不用給你 最多的時間不用給你 我幫我的client做Shamanic的治療 你問我他會不會馬上覺得有分別 19.5%馬上有分別 有半成他未必馬上感覺到有分別 但他回到他就感覺到有分別 你明白嗎 正如你看看心理醫生或者你做催眠 我們這個東西 或者在動物傳心上你聽過 It's all shamanic 全部都是殺滿的東西 但是我不會在那裡說太多 我不會進入細節 我只會在清晴點水 在那裡 mention少許 有興趣的留言 我將來會在如是我聞到說 但大家可以想像到我現在看得瘋了 因為開店了 但是說回一個有抑鬱症的人 吃了藥時好時壞 到底是吃藥不吃藥 是因為他的腦內傳導體不夠 所以影響情緒 你的情緒影響病 腦內傳導體不夠 再下一層 靈性的程度 對不起 能力的程度 那個大腦 我們叫做Crown Chakra 或者Third Eye Chakra 有沒有阻塞 OK 他的心經有沒有斷層 有沒有阻塞 所以能力的能力到達 明白嗎 這些是我們會測試的東西 當然是門市之外的測試 所以我也想提及 如果之前找了我做討論 是沒有測試的 我歡迎你們再來補回 即是我不收你錢的 你上來補回你 你沒問題的 OK 對了 好了 如果你試過了 OK Depression 你藥又吃了 接著你又找心理醫生 或者是輔導員 或者是社工 去做Counseling 談了 OK 你甚至也有調理你的Chakra OK 你的Chakra 即是你的七個能量點 它們再接著12月經 再散落到月位 OK 好了 所以為什麼我是直接去源頭處理 我直接搞你的默倫 我不跟你逐個逐個月位搞 留給針灸師 留給中醫推拿師 沒問題 我也認識很多個很厲害 但是 Hey Sorry 我因為時間不夠 所以我直接一來 我就跟你搞默倫 因為默倫才是大哥 默倫 通路 譬如說 我從小到大 這裡 喉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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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搭著 膀胱經 你猜我膀胱有沒有事 膀胱經 當然有 OK 我喝一杯東西 要去幾次廁所 看一部電影 可能會去三四次 OK 現在已經好了 那麼 西醫說什麼 你膀胱敏感 我沒有藥吃 Sorry 好了 中醫說什麼 膀胱虛寒 但是 Guess what 如果我加強了我的喉嚨 我的膀胱經是否好一點 會 OK 膀胱經當然不只是跟喉嚨有關 它跟你其他的鱗位也有關 好了 但我想說最神奇的是什麼 就是我 頸的問題 今天你看不到 我平時會帶一顆藍色的寶石 或是不帶這裡我會帶手 或者是看不到藍寶石 OK 為什麼呢 是因為我這裡的喉嚨 對不對 最好是帶這個位置 但是大家不要聽完這裡之後 立刻衝出去買一顆水晶帶 因為有些事情你要做的 不只是淨化它 你要有些事情要做 去連結它 要確定它會為你 如果你相信能力的話 大家要等悶事 如果身體不舒服了一段時間 你也不爭在 等一會 OK 但我想說 我這條頸 帶水晶 好了 OK 我塗什麼油呢 我塗Blue Lotus 藍蓮花 埃及的藍蓮花 細細支 這樣 二千多元 當然 有時間塗 因為我每次塗一滴 塗在這裡 配合冥想 配合了性之後 我這條頸好很多 為什麼呢 我以前是天天塗骨都沒有用 我今天塗完 走出去門口的時候 是鬆的 去到街口就變成了 是啊 但現在 有些什麼 照說 不要理人 OK 有些什麼 不要屈 那你就不會一層 成這樣 波及 然後帶水晶 塗Blue Lotus OK 或者是 那個是什麼 Peppermint Chamomile 藍色的Chamomile 有金局 但真正 大家聽著 真正令到我的頸好起來 是殺滿的治療 大家聽過 我七八月的時候 不是去了秘魯 有人猜到 我是喝死藤水 沒錯 我現在認了他 Yes 在喝死藤水的 Journey 裏面 Plant spirits And by the way I'm a shamanic practitioner 我是一個殺滿治療師 我當然是會work with plant spirits 我會work with 藍蓮花 譬如 可可 那 死藤水是否一個plant spirit 絕對是 OK 你喝了之後 She shows you the world OK She shows you things that you've not seen before She will change your life OK 我為何這麼肯定跟你說 因為我試過七次 死藤水的Journey 喝過七次 我認識有些人喝過三百次 OK 我不用了 我喝了七次 七次都不少 我想香港也不是很多人 是比我多 但是我想告訴你 很神奇 如果你之前的一個小時 二十四分鐘 你未聽 你聽到這裡 OK 就是喝的Journey 裡面 當然你整個人 就已經被他帶了去不知哪裡 上天下海 去到外太空 然後再去地學中心 然後見到很多東西 你說已經跟我吃了迷幻藥 是否一樣 不一樣 因為如果Shamanic的Circle 它是真的 是work with死藤水的Plant Spirit OK 你不是就這樣抽了DMT 那個所謂的迷幻藥成分出來 不是那樣東西 OK 好了 在這個過程裡面 哇 有笑有淚的 告訴你 你哭你又不知道 你笑你又不知道 OK 有些時候你會知道 但有些時候你不知道 OK 但是 I had the most amazing Ayahuasca journeys 即是連個organizer都說 怎樣啊大哥 你喝完就躺下 其他人就在那裡吐吐吐吐吐 為什麼會吐呢 因為它清理你裡面的東西出來 OK 是一個很慈悲的 母性力量 即是 Ayahuasca 死藤水是一個母親 OK 它幫你清理你身體層面 你情緒層面 你能量層面的阻塞 所以大部分我認識的人 在座看到的人都是吐到什麼 我在庇老的第一天 我吐到派 感覺上好像吐了30次 實際上沒有那麼多 為什麼呢 我當時是30多40度 庇老的大哥 我穿了冷衣 再加上衣 穿了幾層衣 因為我病了 我進去的時候 我在利馬去Pukalpa Pukalpa 進去森林 我是病得很厲害的 那晚我是吐了 吐不斷的吐 吐完就好了 然後其中一次的旅程 Ayahuasca的Plant Spirit 即是媽媽 在我的旅程裡跟我說 她說 叫我呼氣 心心地呼氣 把你所有的抑鬱 壓力 不開心 難過 委屈 全部敷出來 我 大地之母 幫你吸收 所以為什麼 我跟你們說 不要再用飲館 OK 不要再教背 你出街 拜託自己帶著一隻杯 Sorry 我的袋現在在那裡 容許我走開 兩三秒拿個袋給你看 今天是我很難得 心情苟白 我平時不敢說 但我覺得沒辦法 我不想隱瞞 我覺得這真是救了我 令我好 我為什麼不說 如果你不相信 你不要相信 我唯有這樣 但是 It really worked on me It helped me It saved me OK 這樣 Mother Ayahuasca 在我的Journey裡面 跟我說 就說 你呼了出來 你把全部的抑鬱 全部的不開心 全部的委屈 呼了出來 等我接受 從此之後 我告訴你 你任何 一說大地母親的東西 我就來了 我就哭了 OK 我想給你看 我出街 我是有這樣的 這是日本買的一個杯 漂亮的東西 另外我會帶一個這樣的膠杯 泰國拿回來的 OK 一個大一個小 這個就是防止冰容 這個就是方便買一些很大杯的飲料 裡面有我的Stevia 我自己開了水 另外我還有什麼呢 我還有飲管 OK 看不見到 不鏽鋼的 還有玻璃的 帶了出去的 不要再毒害地球 因為 如果沒有地球 我們都不會存在 你多少身家 多少樓 多少什麼都沒有用的 你要知道所有的東西 都是在地球上面 OK 我不會叫 Ayahuasca 是一個 Psychedelic Drugs OK It is not a drug It is a medicine It is a plant medicine It is a plant spirit That in my experience is most loving And most benevolent OK 慈愛的 還有是醫好了我的 Hugo 我知道我喝Code Zero 沒有糖 但是 OK Yeah Yeah I do that Yes I'm gonna do it in front of you too Yep I'm not ashamed of it I do it 我不喝紅色可樂的 我喝Code Zero 好了繼續說 這樣吧 在那次喝死冷水的其中一字 我喝了七字 講過Journey裡面 Mother Ayahuasca 就是說 敷出來 全部敷出來 你的抑鬱 你的不開心 你的難過 你的委屈 你的壓力 給我 我幫你承接 OK 接著她就說 我現在會 Recharge 你的腎上線 OK 我想告訴你 說你都不相信 我自己都沒辦法相信 如果我聽一個節目 那個人這樣說 我都會覺得他瘋 所以我不知道 為什麼我現在這樣說 因為我講一些東西 令到你質疑我 其實對我是沒有好處的 但是我現在說 是因為這是我親身經歷 你不能跟我爭吻我的親身經歷 你明白嗎 所以我照說出來 在這一個你敷出來 我會幫你 Charge 回你的腎上線 之後 我想告訴你 我的頸子沒有再痛 我說真的 是沒有再痛 我以前出門一定要戴枕頭 我要戴一個很大的行李 因為超過一半是幾個枕頭 因為你知道 你的頸子會看心情 有時候要A 或B 或C 所以我要調教 所以我的行李 沒有東西 裡面什麼都不用戴 你只戴枕頭已經是十幾磅了 現在完全不需要 我的頸子好起來 我現在次官認識了很多年 蕭公子認識了很多年 認識了很多年的朋友是知道 我以前是真的 包括探長都知道 我是日夜顛倒 我自出娘胎是日夜顛倒 我媽媽以前日頭去喝茶 稱呼著我 哎呀 你的兒子又有女兒 哎呀 你的兒子多大都說女兒 他很乖啊 媽媽心想 反了眼 很乖 因為我日頭睡覺當然是乖 但是晚上 哇 糟糕了 一踏正十二點 哇 然後哭到天亮 就睡覺了 我從小到大都是這樣 我的Kirkadian rhythm 我的睡覺生理時鐘 自出娘胎已經錯了 但是在那次死藤水的經歷 Mother Ayahuasca跟我說 我療癒你之後 我康復了 我現在呢 睡得很晚 老實說 我很感恩 我不是打工 我不用9點回到公司 我睡得很晚 我就睡到10點 我可能5點才睡 因為有很多事情做 或者要上課 搞美國時間 我也是10點 10點多就起床 是的 然後 這是第一次 大哥 我就是39歲了 這是第一次 所以 我就去 訓練了 去做一個 Shamanic Practitioner 我現在可以做 幫你 在你的身體裏面 抽一些不應該存在的東西 OK 抽出來 如果你之前經歷大的創傷 OK 譬如 有些人撞車之後 整個人不同了 你一定有聽過 也有拍過 撞車之後 他忘記了 那段時間發生什麼事 或者經歷了一個中年危機 離婚之類之後 人都不同了 是不是 是的 又或者說 他是 我不知道 總之某些事情 他打仗 我記得 軍人 那些叫做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DSD 是的 那些都是 為什麼他 有些人沒事 有些人回來 就是變了一個人 是因為 因為 如果 你面對 那個 shock 如果你的 spiritual power 是夠強的話 OK Nothing's gonna happen 沒事 OK 但如果你的 spiritual power 是弱的話 一個 shock 或者一個 trauma 那個 trauma 可能是驚嚇 過山車也算 或者是過度的創傷 比如家裡有人過了生 你的草物過了生 或者離婚 失戀那些 或者說是 很大壓力的事件等等 都可以的 OK 都可能會發生一些事 就是你身體 整個靈魂 應該是100% 有一部分 是離開了 因為他 接受不了這件事 OK 他就會有個 心理學上面叫做 Disassociation OK 就是說 他有產生一個間團 OK 所以我發覺 有些人 他怎麼經歷了中年危機 或者離婚 或者撞車之後 人不同了 有些人就是 他會是 覺得好像 以前明明很有反應的東西 現在沒有什麼反應 以前懂得生氣 現在不會生氣 以前看這些電影會笑 現在不會笑 他會變成麻木了 你以為是 隨著年紀大了 性格溫敏了嗎 其實不是 OK 其實今時今日 這麼多的精神病 例如我們舉例 這個是我的先生 是一個很厲害的 Shamanic Practitioner OK And again 我也說出來 不要緊的 就是我是 訓練了 Dr. Michael Herner 的 Foundation of Shamanic Studies OK 他跟我說 他就說 就是 現在 譬如 一個 他說的真人例子 但我忘記了是 巴西還是阿根廷 我未來 今個月後 我會再問他 到時再提醒大家 就是 他們有一些很厲害的 精神分裂的病人 OK 他們搞不定 吃藥做什麼都沒有用 然後後來 他們 就 忘記了是沒有經費 我忘記了這類故事 And again 我再更新給大家 就是 他們就說 既然是這樣 不如 你明白嗎 放一些醫生走 放一些護士走 不知道哪一個人出了 一個所謂的生愛提示 就請一個 Shaman 一個殺滿的醫生 Shaman 去吧 Shaman 就幫他們做什麼 就是 我們所謂的 Soul Portion Retrieval 就幫他們 找回他們的靈魂碎片 到處找 你要想一件事 這個 我會在 那個叫做 如果整個靈魂是100% 而你散了一些酒 你猜有什麼進來 你自己想 你自己有個聯想 OK 所以 如果散了很多的 有很多進來 就像 精神分裂 當然我不是說精神分裂 不是一個真的病 當然有是真的 真的真的真的 純粹是精神分裂的 精神分裂 OK 但是 在這個案子 不記得 停用巴西 他就是 Shaman 搞了一個月之後 Close down 因為沒有了精神分裂的病人 全部搞定了 正常回來了 但是 這個在政府的 record 裡面有的 但是 不可以 這麼 怎麼不可以 每間精神病院 都apply 做這件事 OK But it's a very interesting case It's actually recorded OK 所以 你想深一層就是 Depression OK 或者是 躁狂 ADHD 或者是 精神分裂 OK 對了 那 譬如我們說 我先生說的 Cavin Turner說的 他也有一本 他的書在這裡 嗯? 等我等一等 我先去哪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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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去找我先生的書 給大家看 我剛才突然看到的 奇怪 它不在這裡 Anyway 我下次再給你看 OK Cavin Turner 那麼 他說 你知道精神科 有一個叫 shock therapy 就是電 精神病人 就是電 那樣 你發覺很有趣 電完之後 他真的正常回幾天 那 我先生的看法就是 因為他們有 spirit intrusion 就是 他100%的靈魂 有一部分離開了 有其他的進駐了 OK 接著呢 越來越多 那他們 天主教也承認有 就是所謂的鬼上身 OK 對了 那 有一樣東西的嘛 那 你電的時候 就是因為那個vibrational energy 不是他們 可以hold到的 所以 they get expelled 就是他們趕了出來 那個病人就好像正常回兩三天 但是呢 因為他還是很spiritually weak 就是他很弱 所以呢 轉頭就回來了 就是很簡單 之前那個租霸 你趕走了 OK 但是你沒有換到門鎖 他轉頭就回來了 你明白嗎 對了 就是這樣去解釋 所以 就 我今天說了這麼多 如果你們想聽多些關於Shamanic的東西 OK 就留言給我 我會在《如是我問》那邊說的 這邊我叫做是給一些 就是 就是 少少率先看 就是 那些叫做預告片給大家看 算了 OK 那就是 會開新店 這樣就 有得試食 有得個人調配護膚品 有 有 800多種不同的測試可以幫大家做 不會見血的 不痛的 OK 可以幫大家做不同的副調療 chili 就位於我們之前做做的了 或者我沒幫你用到不同的測試 是因為場地所限 OK 那 trademark 917-0922 約在2019年 1月開始 幫你做一個測試 下一集會講其他的疾病 有機會講濕疹 有機會講高血壓或者糖尿 視乎看想講什麼 我想從現在開始 我都會育身六個層面去講 吃 喝 排 睡 補充內外 還有運動 情感 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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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講的 心舖正在裝修 千萬不要散上去 在百德新街 大家多多支持 因為很高 很方便大家 大家上來 到時會有一些 聲音療療療程式 我會針對不同的麥輪 例如舉例 舉例星期一是針對海底輪 如果那個人經常都很擔心 或者我們檢查了他在海底輪弱的話 他在星期一來 我們的聲音療療程式會對他有幫助 今天講了一個小時八個字 我真的很長氣 因為我太久沒做了 太想念大家 我真的太多想跟大家說 如果想繼續聽 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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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那一句 留意如是我問 FORUM 這個FACEBOOK PAGE 請大家一定要 LIKE 和FOLLOW 因為我會 久不久定 抽一條根 拍一條短片 可能 還有一些公告 都會在這裏出post 另外我們自己的page 叫做生酮感受 即生酮飲食 生酮感受 OK 當然YOUTUBE我們都有 但YOUTUBE會遲些少 當然是樓上 我怎會交得起 地鋪租我不要玩 地鋪是IT 我都是樓上 樓上都很金的 真的很貴 很嚇人 但是我到時會在店鋪 非常期待見大家 和大家交流 OK 逢星期日會有 新童同學會 我們會有瑜伽班 還有不同的專題講座 OK 拜拜